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3年11月22日 周四早上 八甲继续进行 傅明尼斯将主场迎战圣保罗 傅明尼斯已经连续五仗各项赛事 常规时间 无疑圣计 反观圣保罗状态稳定 保持连续四轮联赛不败 如此一来 圣保罗此行值得支持 傅明尼斯虽然在早前的南美自由杯决赛 加时取胜夺冠 这也是他们对时的首官 不过依旧难以掩盖 球队近期整体表现未如理想的事实 他们近五仗各项赛事 常规时间仅得三合二负的劣迹 其中更有三轮联赛 未有入球进仗 球队明显不在状态 更加不利的是 傅明尼斯经济联赛 与圣保罗的手循环交锋中败下阵来 球队在心理方面处于下风 而且考虑到如今的圣保罗状态稳定 并非善男信女 因此 金仗再战这个老对手 傅明尼斯确实不宜高估 这种方面 后卫连奴因上轮联赛染红被罚停赛 另一位后卫佐治摩拉斯因伤休战 圣保罗最近抢分势头不俗 他们进四轮联赛 取得二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球队目前排名已升至积分榜第十位 并且与金仗对手傅明尼斯 只有一分差距 可见其状态相当稳定 与此同时 圣保罗在最近四轮联赛不败当中 他们三个入球均有不同球员攻入 而百步路迈亚就是其中的破门功臣之一 可见球队的进攻端较为分散让人防不胜防 值得一提的是 圣保罗联赛作客 至今仅得八合八负的劣迹 他们与阿美利加明尼路 一起成为联赛作客 至今仍未取胜的队伍 但考虑到如今的傅明尼斯不在状态 加上在手循环交锋中也败下阵来 因此金仗再战傅明尼斯 圣保罗必定会把握机会取得作客首胜 阵容方面 中场加路普和前锋马高斯保罗因伤缺阵 感谢您的收听 精彩赛事 竟在M直播